圣结石是神科常见的疾病之一,往往不存在难度,但却存在排斥后多次复发的情况,非常让人头疼。 圣结石的病因复杂,而近期发表在J.A.M.Soknevra的一项研究表明,圣结石的形成还可能和抗生素的滥用有关,这也为越来越高的圣结石发病率,提供了新的解释。 中国的抗生素滥用现象普遍,抗生素是什么,用来拿种疾病,大家或许并不清楚,但一定听过抗生素滥用的说法。 由于抗生素的用处广泛,向国显著国内甚至全球滥用抗生素的现象普遍存在,感冒、发烧、腹性、咳嗽等基础病超量,超时使用抗生素的情况十分常见,而由此带来的危害也很明确。 抗生素滥用带来的危害,一细菌耐药性增加,抗生素的用药夹打,形成恶性循环。 二抗生素上面有异菌,使人体正常之群失调,人体抵抗力下降。 三毒素反应多,严重者会造成肾脏损害和过敏性休克。 四药原性死亡率增加,每年至少有八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抗生素滥用。 误患者经济负担加重,不必要的药物使用导致医疗费用增加。 使用抗生素成为肾结石的新病因,英国研究人员做了一项肾结石的病例对照研究,选取了25,981名肾结石患者。 并根据性别,年龄和方式,匹配了25,9797名对照人群,观察12种抗生素使用与肾结石之间的关系。 结果显示,黄岸类黄岸密定,习诺明的,头包菌素类,头包拉丁,头包克沃,头包丁锡的,福奎诺同类,福泰酸,素养福沙星,环禀沙星的,福南妥一,福南凯定,福南妥一的,广浦青梅素,阿莫西林,青梅素类甲片的,五类抗生素和肾结石患病有关。 而年纪较轻和3到12个月,前服用过这些抗生素的相关性最强,这个结果为越来越高的肾结石发病率,尤其是儿童肾结石发病率,的增加提供了可能。 PS,患者1994年到2015年,英国641家全科诊所,1380名儿童和承认的电子病例揭露数据,肾结石导致的肾脏损伤,也需要我们关注。 肾结石导致的肾脏损伤,一方面体外冲击波,随时等排斥手术对肾功能的损伤,可能会出现血尿,带白鸟和肌肝,尿素带指标的升高,尤其是由慢性肾脏病病发结石的患者,不简易轻易进行与否。 另一方面,肾结石病史,本身就增加了慢性肾脏病的患病风险,对于患者来说,结石易于控制,但肾脏出现损伤是不可逆的,需要我们引起注意。 最后温馨为广大男同胞解释一句,感冒,吃药,姨妈痛多喝热水,其实是非常有用的。 不仅有助于排出结石和B面结石形成,更减少了药物对肾脏的损害。参考文献 E-Tation G-E, G-M-L-E-T, G-O-D-5-D-S, A-D-L, Oral Antibiotic Exposure, and Kidney Stone Disease, J,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phrology. 2018,F201711,12132尚未封,圣结石病史与慢性肾脏病的相关性,汇翠文西比,华中科技大学,2016顺有福音,国家肾病重点学科名一大咖旗志,开启灵源一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